便宜的土豆你们都有吧 洗干净的土豆小去土豆皮 用切片器切成薄片 导工好的也可以挑战一下 放进清水里防止氧化洗去表面的淀粉 奶油打底 加入屏幕上的调料 这样可以让土豆吃起来带着一股奶香 抓拌的时候要轻揉一些 别把土豆片给捏碎了 挂上将的土豆片一层叠一层的放进模具里 尽量铺的解密一些 先用油纸覆盖住再用锡纸包起来 烤上175度烤一个半小时 烤好的土豆片压上重物 放进冰箱冷藏定型 喜欢吃酥脆的可以切薄一点 喜欢土豆糯糯的口感可以切厚一点 油温升高下锅炸 冻过的土豆片炸起来不容易散 给你们听听酥脆的声音 一层叠一层肯定是你没吃过的口感 坏皮像薯片一样 里面带着奶香绵软的口感 咬下去的每一口都是惊喜 快 做给奶奶的人吃吧 作词 吴炸起来不容易散开